看看电片下的新型变种也挺恐怖 我看完也觉得很高效的一招 也不是说我觉得 数据也显示 单单7月这个月已经去到1100多宗 上半年度 总中数是1600多 你想想6个月都是1600单 而7月单单一个月去到1100 这就是假客服 你下答之后它会再叫你按键 按一 然后又 又有另一个人听电话 其实也是同一班人 就变成个银行职员套你的资料 现在这个很高的 它里面同样是要你按键 去转拨去哪里哪里 这个就是令你进入它的节奏 以前最初那些假邮件 假包裹那些 电话一响就是录音 然后叫你 如果你是什么什么 你按一 你是什么什么 按二 那里面其实应该是false 总之你按什么都按了进去 去那个人 无论也好 那进去 就好像真的一样了 因为骗案 或者说大话 或者 出cheat任何东西 就是太假 太过假 没人相信 太真也不行 要刚刚移患移真 在一个移患移真界线 它分不到真还是假 就最容易落答 太真有时候未必可以 用后再谈 它现在就是一个新招 这招完全 变种出来 相当高下 就骗了一千个 又单单7月 真是厉害 现在这些骗徒 天天在想 不如 何太 会不会将来变成这些人 不知道 回来就是 那些骗徒现在是冒充网购平台 或者支付平台 或者电讯公司 即是假装就是我什么什么网购平台 或者我什么什么支付平台 或者电话一响 你好我是某某电讯公司 其实当然啦 如果你的个人资料透露得多 其实就相对更危险 但是它其实是乱枪打鸟 它永远一开电话就说我是ABC电讯公司 总之你这么巧是ABC电讯公司 你就会问它 是什么事 它当然 那些详细 detail不多说了 总之它假扮就是这个ABC电讯的客服 就跟它说了 你的平台看到你会有一个收费项目 如果再不去取消 你就要付费页外收钱 我当你什么都好 举例它乱枪打鸟 我是ABC电视台 看到你是不是加入了一个电视讯 它要是回答是还是不是 不是就收线 不是可能再套取其他资料 转头又扮电讯公司 你明白了 那我用后再说 你有一个电视讯讯公司 快到期 现在我们看看资料 原来 你的电视讯讯公司 将来收钱 如果你不取消 继续续约 通常人们担心会被扣钱 就说我要取消 如果取消 我要帮你转电话转播 去另一边 其他同事那边再跟进 你通常就说好啊好啊 你耐心等待了 以下 就会录音 或者怎样 假扮好真 转了去 另一个 他的同事 就会要求你 交出 那些 比如网上的理财 户口 他们有时会假扮是银行职员 总之客服就变成职员 那么 B的骗徒就会 引你 交出那些密码 以至验证码 其实是相当危险 但是 其实是挺高效的 盗取那些账户的资金 或者有时的受害人 就把那些款项 转去 某些 他们提供的户口 听说 如果你 答NO 会怎样呢 我想想 也免得说 涉及了 又说教他们 又行 不要 总之是很危险 这个 因为乱枪打 确实撞得中 他就天天 这样说 ABC 我是简称 你什么电讯 你什么电讯 总之 那些字头那些 我们不方便说 你当ABC XYZ 当然他不是真的ABC 字像听众 你不要 这样也听不明白 如果这样也听不明白 算了 我免得 在这儿糾纏 亦都可以说 我是什么网购平台 你们是不是 和我们买了 什么服务 你答有 他就 Plan A 顺遇他 你的服务 就来又 到期 原来 接下来会收钱的 额外 你取不取消 如果他 答No 其实他们也有Plan B 他们这些俗称叫multiple way out 你怎么回答 你无论答什么答案 他都有办法 回到他要的方向 这个 这个 是挺恐怖的 而且有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还要去最绝 就是 扮到真的一样 我们就 转到另一边的同事跟你跟着 他真的有 你耐心等等 然后隔壁那边 你是不是陈生 听说你要取消 服务 麻烦给你个姓名 给我吧 这是一个 直向的 法 其实你真的直接 提供了 就算你怀疑也有机会提供了 这个相当危险 其实现在我完全不听这电话 但是之前 曾几何时都还会听一下 曾经有一次 但有点资料我真的不记得 他又是 好像一路 step by step 让你 进入他的节奏 但是因为我 太高 警觉 我慢慢知道 他在玩 step by step 全部那些yes or no 你回答yes or no 都是去下一个step two step three 的问题 然后他去到最后 我看你最后的容量是什么 我假装配合 最后他要我提供 他的 个人资料 然后 我都没有提供 他强制 想要你say yes 就会跟你 你又怎样 那我就最后说 你在电话里 我不会给你这些东西 如果你真的 那个银行什么 你寄信来 email给我 你知道我什么email 是不是 你既然说那么多 他就 死的气 就没了 收了线 总之 千万千万不要在电话里 去和人confirm 任何东西 因为有些 其实他也会 他有录音 你口头confirm了要他的服务 往往可能 你又损失惨重 他不知道什么服务 就是 收下一个贵 plan 什么都好 这个是相当危险 还有 尽量不要 说任何自己的东西 现在是相当危险 真的是草木街骗徒 譬如刚才说 他会冒充 其中一种公司的电讯公司 千万平时和人谈谈 什么都好 习惯的警惕 不要跟人说 你用什么公司电讯 你这个个人知道 一外事 其实往往都会出事 还有 譬如他 当我ABC电讯 刚好你有ABC电讯 你听了 然后他去到最后 又会要你拿 那些理财户口 甚至密码 验证码 你又会想 哪会那么傻的 那些人 这样都会给 就是 还有一种 就是你 处于一个 不留神状态 你可能很多时候 在街上 你是分心状态 假如你一个人 无所事 在家里收到电话 你没有任何干扰 没有任何分心 但是你可能在街上 很多人多车 很多干扰 以至你站在一边聊 都仍然是人来人往的 外界的骚扰 会令你无法 集中到思维 去判断 而且 那里是一个 直向 step by step 令你落搭的 招数 这是 极之危险 总之 都是那句 可以不听电话 就不听 那些电话 跟所有人说 尽量都是 whatsapp 联络 电话一律不听 我想现在都没有什么人 还会打电话 我只是知道 现在还会无故打电话 找你 真实认识 是不是朋友也好 真实认识 什么情况下会打呢 我接得最多的就是 来拘捕好处 来有事所求 他怕 信息你也不回 他直接打电话给你 直接亲口来拘捕好处 来求你 通常都是这些 都是不好的 都不是好东西 正常打电话 要么是老人家 喜欢直接 打电话 当面问 现在 就算老人家 都会玩 whatsapp 有什么就是whatsapp 说 没什么必要 打电话 打得电话 就算真的认识 也是 不方好 不是拘捕好处 借钱 要么就 有事所求 这样 总之 就不会有东西 益你 你不会有东西 拿到好处 你产底 给他 就有了 所以这些电话 怎么计都不应该 听 但是无奈 有时有不同人的公众 他就要 迫着接听电话 你一定要听的 你明知道 这个三字头 也是假的 但是可能 100个里面 有一个是客户来的 来问资料 问成 你不听不行 其实每天这样听10个8个 都挺浪费的生命的 你做一做一做又要听一个 你当 谈两谈 谈30秒好吗 你 如果10个无形钟浪费了你人生 一天 可大可小的 5-10分钟 现在大家人人都很宝贵 要看youtube 我10分钟看条片 是吗 我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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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明显的升降 猜猜我是谁 下跌了六成 由1200宗 大概下跌了 475宗 已经 警方说自从新招出现 有些旧式的骗案就少了 下跌了六成 取而代之就是假冒客服 再转移到 职员那边套银行资料的招 真是夸张 这些新兴的招 上半年 录得1685宗 亦都带动整体骗案上升 这一类骗案7月 竟然去到1100多宗 真是夸张 单单这7个月 去到2716宗 即是全部加了 升幅佔上半年 七成 所以警方呼吁市民 尽量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谨记 陌生电话千万不要听 陌生的来电 如果听到发现就 立即果断收线 如有怀疑就记得 去 打个防骗热线 18222 183条2 或者去浏览防骗伺服器 避免成为下一个受骗者 相当危险 看看大家明不明 入面那些 为什么会被骗 或者为什么会骗到你 为什么这么高效 真是有多绝 将以前几招不同的 再变种成一个更强 更而幻而真 真是一样 今集来到月先 看看大家怎么看 记得按订阅 感谢收看